我以為 我以為 在在 当年喜欢你的人 都得拿着号牌对 你知道吗 这么说 你也是拿着号码台的 可惜我没有牌上哦 我还是很好奇 我想知道 你拿的是几号牌 你已经不是原来的学长了 以前牌多少号 已经不重要了 关键是我现在 可以牌多少号呀 其实能够再次见到你 真的很高兴 那花花呢 我跟花花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我 和现在的她 都过得很好不是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想问你 什么问题 当年你为什么 可以一生不想地离开花呢 因为当初 我的梦想实在是太大了 可她是你的爱人呀 是 只是我当初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只知道 怎么样努力去完成 成我的大梦想 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彼此都过得很好 不是吗 她现在是很好 可是曾经不好 你的不告而别 让她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 她没有告诉过我 我也不想知道 不过 现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在跟你一起吃晚饭 也许我喜欢的 是你 谢谢你这么说 我也很荣幸 也很开心 那你会为了我留在国内吗 不会 我现在已经移去美国了 如果公司上有需要的事情 要做的话 我可以再回来一次 一次 你就是说 你不可能为了我 你不可能为了我 留在国内吗 是吗 玫瑰 已经过了十年了 你应该成熟一点 一个男人事业很成功 他不会被女人而牵绊 去放弃他的事业的 不是吗 我 其实你刚才说 物是人非 是错的 因为这十年 你根本都没有变 你更不会因为一个女人 你刚刚说你喜欢的女人 而改变一切 是吗 侯总 谢谢你今天晚上请我吃这顿饭 我很开心 谢谢 先生 您好 刚才那位小姐 要我送您一首曲子 祝您永远找不到真爱